1938年1月 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 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 周恩来出任副部长 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 团聚政治部第三厅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日协会等一批抗日组织 在周恩来及第三厅的领导下 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三厅成为中国共产党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 老舍曾这样形容 那真是快乐的日子 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 都成了朋友 在一块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 血与火的抗战现实 激起老舍先生无限的爱国热忱 他决心为正义而写 为抗战而写 经过几年的酝酿准备 一九四四年初 老舍先生抱病 开始了八十万字长篇巨著 四世同堂的写作 平行关战役后 八路军一部即深入近茶济三省交界地区 发动群众 创建了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 近茶济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 在复平县召开 来自不同党派 阶层 行业 民族及宗教信仰的代表 共计一百四十六人 代表边区三十余县的一百二十万名群众 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权 表达了结成统一战线 共同抗战的民众意愿 每个村庄都是堡垒 每个百姓都是战士 奥义一个民族 1937年聂荣贞率约三千人的主力部队来到复平 开创了禁察纪抗日根据地 到1940年百团大战时 仅仅三年时间 禁察纪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人数 一跃升至三十余万 太原失守 在华北地区 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 宣告结束 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 进入主要地位 从此开辟出广阔的敌后战场 正如毛泽东所说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 抗日战争 是一场民众广泛参与的战争 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 创建抗日根据地 是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举措 在敌后地区作战是很艰难的 因为它脱离了自己的后方作战 而作战形式呢 又主要是游击战 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 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 就必须有军队 有政权 有共产党的组织 有广大群众的支持 深受战争灾难的每一位中国人 无日不再渴望着战争的胜利 然而战争究竟要持续多久 中国是走向亡国还是取得胜利 1938年5月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 给出了清晰有力的答案 中国会亡吗 不会亡 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中国能够速胜吗 不能速胜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需经过战略防御 战略相持 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抗日战争 究竟如何发展 如何实行持久抗战 国共两党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与实践 国共两党在持久战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点 国民党提出的持久战是两个阶段内 就是只看到了战争的长期性 而相持阶段 南朝末尔学在讲的就是 转变地窝力量的属牛阶段 关键阶段 就是说你只看到战略的长期性 只看到地强活弱 但是要通过一个很长的战略相持阶段 逐步地急销声为打声 改变地窝力量的对比 最后才达到战略的反攻 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 恰恰是冒出去持久战理论 最精彩最独到的地方 这里是位于郑州市区北郊 黄河南岸的渡口 花园口 1938年6月9日 美族党日军进犯中原 国民政府以水带兵 在此处实施千古一决 正值汛气的滔滔黄河水 从花园口奔泻而出 方圆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内的 四十四个县市 陷入无边汪洋 如此惨重的代价 只仅仅拖延了日军三个月的时间 中国历史上 占中原者得天下的观点 由来已久 日军大半营认为 只要控制了武汉和广州 就能彻底击溃中国 而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 武汉是大别山下 长江中游的最后防线 也是国民政府西签途中的 重要物资转运点 若武汉失守 当初上海南京战役的所有努力 都将付出东流 中国抗战之路到底将何去何从 从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 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 人心向背 由此可见 全国各党各派 各界各军 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团结状态 并且发动了百年以来 未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战 没有民族觉醒 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 这是做不到的 奥 热血飞� deserted 在国洋 火花飞蜂在长架 全国发出了爆裂的鸿舍 ��到武汉 1938年 这首保卫大武汉的歌曲 铿锵旋律响彻神舟 武汉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百万中国大军在绵延千里的战场上 与日军浴血搏杀 中共中央提出 当前的紧急任务是 保卫武汉 保卫全国 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 加强自己 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 以持久战 最后战胜敌人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 八路军新四局等敌后抗日武装 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有计划地破坏日军交通线 袭击敌人 在此期间 敌后战场 共进行近千次大小战斗 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 有军作战 1938年6月初 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六师团 从合肥南下 波田支队由吴湖夙江西进 向安庆进攻 6月12日 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护送下 偷袭登陆 并于当日攻陷安庆 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目 接着 日军波田支队直奔马当 马当 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 素有长江天谦之称 中国军队在此构筑了完备的 三级炮台防御攻势 并封锁江面 蒋介石认为 马当炮台至少能阻止日军攻势 一个月左右 我们这个地方是 马当炮台上第二层炮台 主要这个是炮位在这里封锁 这个江面最折的那个地方 另外的风箱时候它分为三层 最底下一层是用明船 还有是商船 装上石头水泥往下沉 第二层就是用那个麻绳 铁丝 杂层网 这上面一层的话 就是用那个水泥 烘炒浆面 防止日冲的那个舰艇 往上游 然而 因缺少空中及后方的立体防护 加之日军释放大量毒气 致使70%以上的中国士兵 飞死即伤 6月26日马当要塞即告陷落 至7月4日日军有相继侵占彭泽湖口 7月26日九江沦陷 9月21日日军第1060团孤军深入 进至德安西面的万家岭地区 中国首军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 组织了三个军兵力 将敌人合围 双方在万家岭及周边地区展开激战 赶来增援的日军第27师团一部 也被中国第32军等部 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击退 万家岭地区的日军孤立无援 无几断绝 伤亡惨重 陷入绝境 消息传至日本东京 震动了日军大本营和天皇裕人 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骏六 不惜一切代价 亲自指挥救援万家岭日军106师团 10月9日 薛岳令各攻击部队 军选派赶死队向敌发起进攻 请一夜薛岳战 攻占万家岭等地 时称万家岭大捷 在整个干贝地区的作战中 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 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的打击 为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如今的广州市天河广场和海珠广场一带 美日人流 熙来攘往 生意红火 谁能想到70多年前 因这里曾是中国军队的军用机场 天河机场所在地 而成为当年日军飞机轰炸最为密集的目标 为侧应武汉作战 切断中国与外界联通的华南交通线 仅仅一个多星期 日军共出动飞机14匹100余架死 将广州变成了瓦砾与湿海堆积的死城 武汉战事正紧张胶着 1938年9月7日 日军大本营玉前会议正式做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 此举让蒋介石始料危机 由于半数越军都被抽调参加武汉会战 广州防守极为松懈 10月21日下午 广州沦陷 约翰铁路被切断 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8月22日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命令 战至9月9日 日军占领广级 广级失守 严重影响到田家镇要塞的安全 田家镇要塞 与长江南岸的码头镇副持口要塞 加疆而至 共俄长江航道 是武汉三镇门户 日军第六师团 于9月15日开始向田家镇攻击前进 9月29日 长江最后防线田家镇失守 10月22日 厄城沦陷 蒋介石于10月24日宣布放弃武汉 10月25日 中国军队撤离武汉市区 10月27日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 武汉回战是抗战争战略防御阶段 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亭的战役 历史四个万有 加密日军仅4万人 大大的消耗了日军的优胜力量 成为全国抗战 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阶段的一个 重要转折点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 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 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 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 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 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 中国各族人民 各阶级 阶层和党派 团体 台港澳同胞 海外华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 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高潮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 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 指示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和八路军 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 适时发出共产党员 拖下长山到游击队去的号召 一时间 尤其是在华北的广大农村 形成了游击战争 龙腾虎跃的战场 进茶记 进西北 进济域和进西南 这四块山区根据地 屹立于山西的四角 对日军后方构成致命威胁 刚从华中战场调来不久的日军吉田大队 是进攻南京 血洗南京的急先锋 得知这支八百多人的部队 正由河间出动 向北运动的情报后 八路军第1200师师长贺龙 亲率官兵 冒着敌人放出的毒气弹 毒气罐 指挥战斗 一度头晕目眩 呼吸困难 与日军熬战两个昼夜后 歼敌七百余人 齐汇之战创下了八路军平原地区 歼灭战的范例 蒋介石分别致电阎西山 朱德 贺龙 表章第120师 在致电贺龙时写道 贺市长中毒 致身细念 西极 迅速医治 善为调养 以期早权 是所致判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毒气弹 公然违背了国际公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多数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 基本上都没有将其用于实战 只有日本肆无忌惮地 在中国战场不仅使用化学武器 甚至在东北 华北 华中 华南 和西南广大地区疯狂地实施细菌作战 2014年8月13日 浙江省档案馆首次公布了13份 形成于1939年至1944年的侵华日军 在这实施细菌战的档案 证实了日军多次用飞机向宁波 绍兴 金华 曲线 长兴等地实施细菌攻击 据考证 日军在浙江有三次较大规模的细菌战 至少有八个地市三十个区线受细菌战攻击 造成六万人死亡 三十万人受伤 无数百姓保常瘟疫流行肆虐之苦 惨遭毒菌十股势心之痛 如今在浙江一带 还能找到为数不多的 遭受探区病菌感染的幸存者 虽然我们 做外科医生也看到了很多的超面 但是像这么厉害的才是 以前没有碰到过 脚就是流浓水 苍蝇就在脚上身上飞 甚至有个别的脚上就是蛆在爬 在门外面就可以闻到臭味 行情现在不错 有什么情况叫你儿子给我们打电话 他知道我们的电话 好的 我一家人都害死了 他说给你了 我一个人小时 他这一小孩子 我家里人疼孩子 这小孩子不小 我这一小孩子 从来没得过去 1997年 承认日军细菌战事实 但驳回了中国原告的索赔要求 为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1939年2月23日 周恩来到达晚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 与军长叶挺 副军长向英等领导人 商定了向北发展 向东作战 向南巩固的方针 新四军随即东进北上 开创华中抗日新局面 至1940年底 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 2200余次 礼商扶日伪军5万人 开辟了44000平方公里的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牵制了六分之一的侵华日军 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发展到近九万人 同胞们 我们是八路军 我们打票车 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 把日本强盗 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这部拍摄于1956年的电影 铁道游击队 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 鲁南临城早光以待的铁路线上 活跃了一支八路军游击队 配合主力部队 沉重打击日军的故事 而这支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 飞虎队的原型 就是隶属于八路军 一一五师的苏鲁支队 该队以薛城为中心 会各于百里铁道线上 出没于万景微山的湖中 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最强音 我们放飞着那个高级香 放过着那个赵小梁 就像刚到藏地胸膛 大的鬼子纷飞满色 冰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伪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 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种 最生动的形式 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的建立 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不断削弱敌人 壮大自己 成为最后战胜侵略者的 强大战斗力量